我是宇昌,那這是司法很過往開發案判決API計畫的一個其中報告啦 那...首先其實這是一個起而至算一個Rolling Wall的一個專案啦 那因為我在SIGA會工作的關係,然後Rolling Wall他寫了一個判決的PATO 所以我就從他那邊來改做判決的PATO 然後後來就...在裡面就開始發現其實司法真的判決 所以當時候其實有很多功能其實是蠻不方便的 舉例來說像它能夠搜索欄位是比較少的 然後以及說是它其實並沒有一個單一的網址可以讓大家分享 然後它裡面的...裡面的斷行它就自動斷掉了 像這樣子 那所以這種總統的問題都讓我覺得說我們應該要自己用一個更好的系統 然後看是不是可以PUSH司法院那邊做改善 然後呢就做蠻不方便的時候司法就已經自己先改善了 所以... 這是一個現在正在加速進行中的狀況 所以現在已經有了...判決有獨立王子 然後...而且現在他們的...現在那個頁面已經可以多選法院一次搜索多個法院 然後更重要的是現在判決旁邊已經加上了行號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跟人家說請你看判決第35號 那就可以很快的表示到那個地方去 不用說你看到那個本院查 然後就在整個文字的大海裡面包本院查三個字這樣子 那...而且司法院其實最近還把裁判訴訟都放上網站了 然後他們在新聞稿裡面說他們在9月提前 所有系統上的裁判訴訟都會放上去 所以大家屆時就可以不用再寫爬蟲去撈爬了 那不過中間可能革新還是會有一點時間差 如果你有即時性的需求 就可能還是要繼續不許他們在 那總之呢... 好...那個時候的一致的問題也就是搜尋的功能不完善 沒有提供法官、當事人和律師搜尋 然後品碼是DIG5男子用圖片處理 格式沒有處理自動動盤行在文台版的問題 當然只提供網頁、不提供NVR哪裡串接 每個判決沒有固定意面哪裡分享 然後呢...結果...就是...後來發現 其實我當時有提的需求有一個東西 應該是不能存在的 就是你不能開發人家搜尋當事人 因為就會有很多人在網上一直搜尋他自己的名字 然後如果發現這邊有他的判決 他就會一直打電話騷擾你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糟糕的東西 所以這個不能吸一個需求這樣子 好...那剛好呢...其實因為... 為了開發市場官網有興奮的 所以我們抓了法官迷路 第幾表跟判決書 那...老闆就想說有沒有價值利用的可能 所以就預計開發這個東西 開發判寵 那這是當時候報告用的圖片 那現在做的怎麼樣呢? 就是... 所有的一切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好... 那... 預計成本來Open Source 判決有唯一的網址 你跟提供行動搜尋界面 跟提供API公其他網路那些 好...通通完成了 那現在demo給大家看 那首先呢... 我們網站呢... Open Source 已經在斯凱惠的網站 然後現在是最新版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爬童的話呢 這邊有說你爬童要去哪邊找 扣的都在這裡 再來呢... 我們的判決API呢已經有文件到 那現在你可以直接插 好... 取得都發券幾月 這樣... 然後就... 就出來了 然後... 現在好像是... 有一個判決書 可以直接get 就出來了... 欸...404 對... 好像在這裡 出來了 好... 然後... 像是... schedule 或者是提起表 整個是司法業的提供的功能 可以做了 好... 好... 像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搜尋界面 舉例來說你只要選... 宣判日期早於今天搜尋 然後就全部都撈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這個法官莊人節去點下去 就是所有莊人節的案件都出來了 然後... 也違反一下... 就全部都出來了 好啦... 那這個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大家去幫他試 那不過這個東西我們... 因為資料匯入關係 我們目前只有匯入到今年份的 對啊... 就是... 去年到今年份的所有案件都在裡面 但是... 更早期的歷史資料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我們要等司法院開放完 他們的資料再一次全部會進去這樣子 好... 那麼... 接下來... 嘗試... 要... 拜會司法院資訊處 已經從根本影響司法院知道 台中這個已經拜會過司法院的資訊處了 然後... 呃... 也確實有很多東西司法院在加速進行中 不過他們目前卡在... 因為他們的預算跟人力是很久以前一定的 所以他們現在不太有那個能量做得更多 那這是大家未來可以繼續敦促的 那還有一個是希望... 本來是希望9月可以舉辦黑格隆展示API的桌子 但是... 這個好像後來... 好像本來想要跟OCF合辦 那好像... 在聯播上已經有點Delay了 所以這個東西也不太確定是不是真的會辦 這樣子 因為他的辦法可能是比較偏競賽式的 而不是我們這種形式的 那可能要多問一下 才能知道該怎麼辦比較好 那... 最後大概就是... 因為這個通道已經做完了 所以就是... 也不用盡期待來去做好了 請大家就直接用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第一組是阿龜 阿龜為天